哈囉大家好我是May 今天這支影片比較特別 是從Hairons和Taco的直播中剪輯出來的精華 這場直播主要是在講解轉變影片的後期調色 這對影片的呈現來說非常重要 希望這部教學能夠幫助到大家 之後我們也會陸續推出幾部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都歡迎留言喔 這次我們使用的軟體是DaVinci Resort 有免費和付費的版本可以選擇 不過免費版的功能就已經很齊全了 影片內示範的功能也都是免費版就能夠使用的喔 因為你們如果調簡單的話 基本上人體不會影響到那麼多 也不會要求到那麼大的 我們在講先簡單理解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色溫 一個叫做色調 你們如果有些人看影片會覺得很偏黃 或是有的影片會很偏綠 偏藍 偏紫色 都可以後期調補 那這些都是 最主要都是色溫的影響 那我們這張錶就是色溫錶 有一個東西叫色溫 有一個東西叫色調 那色溫主要往左邊跟往右邊 最直接影響的就是 你畫面的藍色跟 右邊看起來是黃色 可是它影響到會比較多是 橘黃色太陽光的那個 感覺 顏色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的 畫面太偏橘色 或是太偏藍色的話 就是要從色溫去開始調整 那如果你的顏色太偏紫色或是陽黃色的話 可以從色調上面去調整 好來看這個畫面 我們單純看這個畫面 可以看到 整體的顏色 是偏 陽紅色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 下面這個示波器的概念就是 一個影片它是由 紅色、綠色跟藍色三個顏色 所以 我們 我們可以從右下角的情況看 通常白色的地方 會是你的 你的紅色跟綠色 還有藍色的 三個 三條線 應該是要齊平的 就像下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紅色比較突出 畫面也整體偏紅色 所以我們在色調這一邊 把它 拉回來一點 有沒有看到 這麼一筆差距就出來了 這個是原本的 這個是調整過後的 有沒有感覺到 這是調整過後的 這是調整前的 有吧 所以我們 把影片調成 現在這個色調之後 稍微拉開 我們可以看到膚色 有沒有 膚色變得比較 回正常一點點了 偏白色 然後有一點橘黃色 那 我覺得 有一點點偏暗 那我們在手機裡面 或是什麼 不知道可以把 曝光 稍微調高一點點 我們再看差別 有了吧 整個顏色會比較鮮豔 然後 更 高清一點點 這點應該是 蠻明顯 有些人可能也會長這樣 非常的 藍 那就是 調色的時候 調色的時候 直接把色溫 給它往右邊拉 沒錯就是Miki 就像他那個影片那樣 直接把色溫給它往右邊拉 我們就可以看到畫面 比較橘紅色一點點 然後手心也帶有 一點點的暖色 那如果通常 如果你覺得 有些人的膚色 會比較偏 深色一點點 偏深色一點點的話 你想要把你的手 皮膚調得比較 透亮一點點 透亮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在 後製那邊 我們剛才有做的 就是把 亮度 稍微拉高一點點 然後 在 飽和度這邊 可以我們稍微拉低一點點 可以去看一下比較 我們可以看到 專速看手的地方 這個是調整前 會比較深色一點 好 那我們 把 亮度稍微提亮 然後再把手的飽和度 再把顏色的飽和度 降低一點點 有沒有 手就整個給它亮起來了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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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喜 在 到時候 高跟 涌